不知道大家在野外是否有看過這種又老又乾的椰子呢 千萬不要小看它喔 其實裡面倒有乾坤 洞南亞很多食物、甜點都必須要加椰奶 用的就是這種老椰子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如何挑選跟給椰子去殼的技巧 挑椰子最主要的就是先咬晃看它有沒有水 再來看一下地頭有沒有腐爛 那只要地頭沒有腐爛是乾燥的 然後椰子也有水的話那就沒有問題了 就算外觀看起來不美觀也沒有關係喔 椰子在野外風吹熱曬難免會有一些傷痕 不過椰子殼其實還有這一種比較快速的 但是我覺得太危險 而且其實在台灣不容易買到這樣子的一個工具 那我們就是以台灣能夠取得的工具 然後居家的方式下去撥 所以刀具的部分我是建議選擇比較有厚度 然後重量的刀子 像這把我們是從越南買過來的 它是一塊鋼板直接這樣子切 那因為我們需要用到刀的重量 然後還有用一些槓桿原理 所以如果太薄的菜刀就不適合了 然後就是找一把適合的椅子 因為我們要手腳並用 所以太高或太矮的椅子都不適合我們去施力 就像我選的這一個在五金行應該是百元不到很耐用的椅子 然後因為我們是手腳並用的關係 所以我是建議你腳上也不要穿鞋子 再來這一步非常的重要 我們要從椰子蒂頭的45度角砍下去 那這個是椰子纖維聚集的地方 是很容易被刀具分開的 但另一邊呢就是非常的硬 所以除非你天生神力所得 我不建議你砍另外一邊 砍兩刀之後我們可以利用槓桿原理把第一片殼給翹出來 那這一步呢非常的關鍵 第一片殼如果翹得順利的話 那後面就很好剝了 但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建議你使用菜刀的關係 因為一般的菜刀是沒有足夠的硬度可以去做這件事情的 我們來看一下椰子殼的纖維是這樣生長的 所以下刀下的好的話 可以幫你省去很多撬開椰子殼纖維的功夫 是會比較省力的 否則剝完兩顆椰子你的手可能已經沒有力了 如果你的力氣夠大 然後椰子夠乾的話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不需要用砍的 直接把刀尖用按壓的方式 壓到椰子殼裡面去 這用槓桿原理把它撬開 但這個方法會比較累喔 我都很害怕這種第一刀就被折彎的情況 因為下面的纖維還緊連著 會非常的難拔 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一般我們都會先割著 繼續剝下一片 輪了一圈之後回來再處理它就好了 那在這邊我還是要提醒一下 剝椰子殼一直都是不安全的工作 因為椰子殼的纖維是很有韌性的 你只要砍錯方向 刀子就很容易會噴掉或者是滑走 那我的手跟腳其實都曾經見紅過 所以要嘗試的朋友 真的是千萬千萬要小心喔 椰子剝完可以用刀子刮去外面的這個皮屑 那再用水洗 這一步呢 主要是要讓你刮取椰肉的時候呢 這個屑屑不要掉到椰肉末裡面 那這邊我就不示範喔 椰子只要沒有破掉 裡面的水還有的話 那這樣子是可以保存非常久的喔 再來就請我媽給各位演示一下 如何破椰子 那一樣是用比較厚的刀子去敲 敲出來的椰肉如果是白色 那就沒有問題了 一般這種老椰子的水都不好喝 主要都不會甜 那如果你硬要喝其實也不是不行 那我們是沒有在喝的 貨完的這種老椰子呢 椰肉非常的扎實 那這種椰肉呢 其實已經不適合直接吃了 因為它的纖維非常的粗 那只能適合用來炸椰奶 那要取椰奶的話 就是要把椰肉給刮下來 這一顆是我們從越南買回來的 然後馬達的臉盆呢 是我們仿造越南的模式下去吐泡的 那這個工作其實也是有一定危險度了 因為一個不小心喔 椰子就見底了 那裡面的這個黑色的碎屑就會掉下來 那如果力道拿捏不好的話呢 椰子殼也會噴掉 就手就會直接吃進去 那刮完椰肉的椰子殼 可以曬乾拿來燒 椰子殼當柴燒非常好用 那像這個是壞掉的椰子 我們就直接拿來曬 油脂飽滿 火候會非常大 那另外呢 壞掉的椰子是非常臭的 這個部分可能要大家留意一下 像這種頭有發芽的 裡面就會有椰子人 我們都會稱為麵包 我媽都會保留起來當零嘴吃 它的口感就類似鬆軟版本的水梨 有些會甜 有些甜味就比較淡一點 那會伴隨著椰肉的味道 一顆老椰子 本來是要被丟棄在荒野的 但遇到我們這伯樂呢 它就發揮了最大的價值 我想生活大概也是這樣 把自己放在對的地方 或遇到對的人 比自己單打獨鬥來的更重要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